我把你妈妈的手机偷出来了 咱们打电话求救 后勤肯定不行 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在哪 难道真的没有人来救我 来 喂 爸爸你是爸爸吗 你快来救我和妈妈 这里有好多坏人 他们都打我 我好怕 你快来救我和妈妈 小朋友 你打错电话了吧 没有 没有打错 电话号码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妈叫洛威云 我五岁了 妈妈告诉我 我爸爸叫洛威云 你就是我爸爸 你赶快来救我 洛飞雪 先生 没事吧先生 快走 你说你去医院 洛威云 洛人来了 洛人来了 我不能说了 你一定要赶紧来救我 妈的小兔崽子 还敢偷电话 看我打不死你 我 我没打电话 我没有 哎 大哥 怎么回事 交通不集合 是 快快快 开车 给老子查 查出这个电话号码的位置 大哥 查拽了 在江州市城南飞机工厂的一个仓库 快 给老子以最快的速度过去 我堂堂黄吉尘尊主的亲身 亲人被一帮无赖人打 他们结合了吗 我已经通知黄吉尘各个部门了 尊主有令 小尊主生死未知 下落不命 黄吉尘所有头领 自己跟他将这几个 别打 别打 小白姐姐 不是他吧 手机给我的 是我自己偷的 别打 小兔崽子还敢咬我 心里连你一块揍了 他还敢打电话 哈哈哈哈 打死你活该 哎 不懂规矩啊 就只有死路一条 啊 小朋友 我也是告诉妈妈啊 让他从了往 以后呢 妈妈 你就不是没有爹的孩子了 啊 呵 我就是你 爸爸 好吗 呵呵呵呵呵呵呵哈哈 哈哈 我有自己的爸爸 谁欺憾你给我当爸爸 小兔崽子 敢这样对我们少爷说话 信不信 我打死你 嘘 小孩子吗 男人坚持 你倒是好心事吧 你别放了啊 我们之前的约定 上大选的钱呀 老子已经给你了 你呢 却他们不知死活的 把手机给了那个小野种 我让你呢 是个忙忙的 不是来捣乱的 你呀 要是想死 他妈妈得罪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抓了他妈妈了吗 干嘛要为难一个孩子 他才五岁啊 你们把他关在这儿 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着虐待他 除了人命 你们负责吗 能想到 你是一个熊光蛋 二有菩萨情长 你 你还是先考虑考虑自己吧 不是 要不是 留着你还为了看了他 你呢 那我就没了 什么 什么 什么都不人不见了 我劝你们了啊 赶紧把人给我走回来 我让老子歇着你们腿 放开我 放开我 五个大坏蛋 我爸爸一定会来救我的 爸爸呀 啊 哈哈哈哈 你也不知道你妈爸和哪个野男人生的你 你别做梦了 快快快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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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查到原因吗 我们江州跟黄继生一直都很友好 为什么他们今天全部向着江州集合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继续查 十分钟之内 我要看到结果 董事长你知道的 我们真的查不到 黄继生的安保系统做到太阳了 我们知道比较好 你敢按住他们 不许来 不许来 无论他们想去江州哪里 都要统统放行 听懂了吗 是 快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周总 黄继生尊主唯一的幼女被人坚持 现在后面不信 凡是参与过这件事的人 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董事长 发生什么事了 天 天塌了 放心吧 孩子没事 就是这几天受了点惊吓又饿坏了 让她自己好好睡一觉 再补充点营养就好了 放心吧 孩子没事 就是这几天受了点惊吓又饿坏了 让她自己好好睡一觉 再补充点营养就好了 谢谢你 阿医生 还麻烦多照顾她几天 您的务工费啊什么的 我十倍不偿 前世文都无所谓 真的没事 照顾好病人是我的职责 在她好之前 我每天都会过来看她的 罗伟宇 她心没在你 大哥 五年前她生下少尊主后 就被家里嫌弃 日子很不好过 之后就被吴家的少爷看上了 落家的人就想把她嫁过去 吴热文就起个歹心 绑架了少尊主 以此来胁迫她 万幸的是 她在江州有一个很不错的闺蜜 叫江林英 江小姐已经把她接到家里去了 可是 十几分钟前 吴热文趁人不注意 跳车逃走了 她现在带人 去江林英家里邀人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已经派了两个兄弟 往江家那边赶了 我已经派了两个兄弟 把他们抵爪了 和江林一拉 我现在真是恨不得活泼了那些人渣 你今天要是干净 你对得起一次次的救命之恩吗 你对得起黄岐城吗 你今天他妈的赶来一下 老子坚毙了你 不信你可以试试 他老弟 你要相信我 这些人不是我带来的 我是真的担心 所以才能够带来的 你还敢来的 没有护法 你有心了 但这是我的家事 你不用帮忙 你就和陈轩待在这就行 是尊重 讨厌的朱大哥 这里是你的地盘 以后就交给你 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 现在让你的人撤到50米外 保证这里的安全 其余的什么都不要插手 另外 给你的上司周天海打电话 让他来见我 告诉他 如果十分钟内 我看不到他的人 后果自负 大爷 老子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解 你们没在那动手吧 你别闹到啊 我马上就到 你把你的人全部给我撤走 快 一分钟看不住 你就给我惹祸 没动手没动手 人都撤了 人都撤了 朱长官 您能告诉我 这里边的人伤是怎么样了 那孩子 啊不 邵尊主 你没事吧 嗯 朱金海 我让你们天音集团 协助我管理江州 你就是这样协助的 啊 一个五岁的孩子 让人绑架威胁虐待 你居然毫不知情 你就是这样做事的吗 啊 要不是我现在不能插手这件事 我第一个活泼了你 站一边去 别在这儿啊 乌人官 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去招惹黄吉城 真是找死 你没内心心心的自伏之情 他居然怀孕 为什么怀孕不来找我 不告诉他 对不起 这一人 真的对不起 我都让你和晨晨在手里 郑尊主 无人能抱我 没远 再等一天 一天就好 我爸明天就回来 他一定会帮你找到晨晨的 我家那个老头肯定会给他面子的 你要是真跟无人问那个人家走了 你这辈子可就毁了呀 算我求你了 你 无人能发给我的视频 你也看见了 你不能眼睛能看晨晨受苦啊 黄歇 无人能今天已经给我下了最后的期限 如果我不去 他们会对晨晨下毒手的 也许 这就是我的命吧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不敢告诉我晨晨的爸爸是谁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找他帮忙吗 他 我不知道他在哪 到现在就不知道 我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是 我专门 所以啊 老师今天合作当初呢 你要是跟了本少爷这位们吃香的喝辣的 孩子也有学上 啊 我给他像最好的塑造 这样不好啊 最什么最要么的现在就 你 混蛋你 我看 我看了 乖乖跟本少爷 不然 闹死你孩子 哈哈 梅雨 康林音 别以为你是江家千金大小姐 就可以妄想管本少爷的事 把本少爷惹急了 本少爷把你一起 你识相点 你还要回来 你还活着吗 如果你还活着 快来救救我 救救陈陈 救救陈陈 一浩天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啊 来来来 找人 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小子 你死定了啊 我來晚了 讓你和晨晨受了那麼多的苦 浩天 真的是你嗎 給我弄死他弄死他 哎小心 這怎麼可能呢 他給我攔住他 攔住他呀 北上有種種有種 我殺了他 你你別過來啊 你要是敢逗我 我爸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你就是想要錢是嗎 這個江蘇是我家最有錢 100萬 1000萬一個億啊 你老天別衝動 你別衝動 啊 你死定了 吳家不會放過你的 一浩天 晨晨還在他手裡呢 不能打死他 只有他知道晨晨在哪 晨晨是你的親骨肉 他是你女兒 別擔心 我已經把晨晨救回去了 他現在正在睡覺了 無人王可是吳家的獨苗 害怕 他把吳勇抬客是江州的首富 黑白兩道都得給他面子 魏宇你們倆都不能待在江州 你們倆帶著孩子趕緊走 吳家的狗腿子已經回去報信了 待會誰也走不了 對 雷音說的對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那次以後你就懷孕了 你先離開這好嗎 現在 不是出這個的時候 他們很快就會派人過來的快走 走 走 走得了嗎 哥 就是他 他說 教我 吳總 你別衝動 是吳原文先動的手 小丫頭騙子 就你也敢和我講 打了我吳家的人 想走 哪兒那麼容易 你是誰 我是他叔 這是你打的 是 沒錯 好大的膽子 那你今天 走不了了 好 我不走 讓他倆走 否則 我現在就送他去見嚴王 你可以阻我 敢 還是不敢 好 游走 是個爺們 可以讓他們走 但 你得留下 好 走 帶著晨晨離開這 一號天不要 好 他們應該追不上來了 你說這一號天怎麼那麼衝動 這麼多年都找不到他 現在剛一出現 就把江州的混石魔王 都打成殘廢了 林 你說他 他會不會有事 我家肯定不會放過他 沒事 你剛剛也看到了 他那麼厲害 肯定不會出事的 現在的當務之急 是先找到晨晨送你們離開 可是我們走了 他 他怎麼辦 你放心 我爸明天一早就回來 到時候我讓他出面 把這件事情壓下去 你趕緊帶著晨晨走 不要讓他的努力白費 嫂子 快上車 我是一號天兄弟 大哥讓我來接你們 晨晨在車上 我要趕緊把你們送到隱秘的地方 快走 你跟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謝謝 謝謝你 梅雨 趕快走 你放心 這邊有我 我向你保證 我會全力讓我爸出面保下他的 別想了 晨晨需要你 而且你留在這兒不仅沒用 還會讓一號天跟著擔心的 嫂子 趕緊上車吧 晨晨這兩天受了驚嚇 他需要你 你 你一定要救他 一定要 你放心吧 我會的 二十分鐘了 那倆女的也已經走遠了 你是不是 該把我侄子放了 我說過我要换他嗎 小子 有走走 跟他對什麼話 直接砍死他算了 他也不敢殺少爺 不然他也活不了 你笑什麼 不用扶 你應該慶幸 你不是這個垃圾的爹 不然你現在 不可能還站著 小子 我承認你很厲害 但是 你別以為就憑你一個人就想威脅我 你是不是太高看了 你是不是得問問我身邊這些兄弟們 答不答應 殺你這種垃圾 還需要我們公主動手 你以為 這些垃圾能保護得了你 天真 真是好久沒見過你們這麼狂貌的人 咱老子是軟師子 是個阿貓阿狗子都來幹 叫喚兩聲 來 給我殺了他們 打 這不可能 還能拉住他拉住他 別亂動 再會掉 還是那句話 你應該慶幸你不是這個垃圾的爹 告訴我吳泳財 他兒子我帶走了 三天之後 叫他去西町別墅里面 他兒子關了我女兒三天 我也關他三天 這三天之內 你不要妄想救人 要不然 我不能保證你們就一個佛人出去 到底什麼人 哎呦哥出大事了 那小子 那小子也是糊塑 那小子也是糊塑 你說以他的身份 什麼樣的美女找不到啊 別說是江州市 你就是去山海市 那不是一招手都一大堆嗎 你說他非要動什麼落魅雨啊 那個夜浩天 一看就是站不出來的 咱們惹不起啊 這簡直是找死 我的天 我們沒有十幾天 你別醒了 你要幹什麼 大小事很嚴重 被人家死了 去拿點手氣給他消失毒 發了我 就是你不叫我女兒吃 不叫我女兒喝 是吗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从家散开路转过的 我求你了 你们放在我 真的不是我 要不要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要不要我求你了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我求你了 你们放过我 我发出来了 你们好看 哦 他来了正好 此不叫傅职工 他要是不来 我还要亲自去找他 这次 咱们黄吉成所有高手 在京都集合 是不是太给他们无家面子了 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做 叫他们集合 是为了之后少想麻烦 处理完这边的事 我就要去见陈正和威逊 他们那边处理怎么样 那边陈轩已经还好 没有亲 人家集合就必须事 好 告诉陈轩 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往命 千万不能让我妻子和我孩子知道 他们已经受了太多的苦 这次 我要好好补偿他们 尽一次 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马上集合咱们吴家所有人生 好嘞大哥 你去找周近海 告诉他 今天咱们吴家和叶浩天的怨 他最好不要扯 放心 我现在就去 咱们吴家呀 也好久没有在世人面前露出咱们的照片 就连姜涛那小子 都觉得可以和咱们比较比 太过天空了 那个叶浩天身边的人都很强 不过家族放心 我已经买通五星级高水了 他们都很强 只要不是暂停这个人 都能够寻寻寻寻寻 能说 有心 既然那个叶浩天 重新走 不算是成全的 这个叶浩天不值得一提 对 如果咱们成这个机会 直接到江涛 除了天液集团 江中 就是他们无家无人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就是天液集团 超 好的 你是在给江小姐打电话吗 嗯 林林说 他爸会帮忙 但是 吴家畢竟实力太长 我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也不知道 叶浩天现在怎么样了 陈轩 如果这次叶浩天能逃出去 你就让他赶紧出国 不要再回来 嫂子 请你务必相信我大哥 他一定会天液回来的 你不懂 他们吴家 在江州横行多年 根深夜貌 就连天鹰集团 也要给他们几十面子 这些娘 嫂子 我替大哥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是真的不知道 这几年 你在外边还给他生了个孩子 我发誓 他是真的不知道 大哥是个好人 如果他早点知道 你跟晨晨还在这里受苦的话 他早就飞回来 没事 我相信 是我自己没有告诉他 其实 我不愿他的 几年前 那一夜他发病的时候 我肯定能逃走 但我没有逃 那次之后 我也不知道怀孕 知道怀孕后 我就想把晨晨生下来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后悔这个决定 保住放心吧 大哥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并且 肯定照顾好你跟晨晨的 你呀 一定要对他有信心 干什么呢 睁大你的狗眼 我都敢拦 你谁呀 我是吴家人 你不是周老板呢 原来是吴家老先生呀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董事长下了死命令 谁也进不去 您请回报 黄继城的四大护法 各个都是超越战神级别的 非常 刚刚得到消息 四大护法已经封锁了 将近的四大护法 长林 曾经是黄继城的右护法 听说 这四位新护法 比长林还要强大 他们分口存门 应该是为了阻挡那些 隐藏实力的强者 看来黄继城的尊主 他也不想让任何人来查 我是不会对尊主的事 袖手皇冠的 黄继城 肯定帮助了我们敌外 我们理应住他们 一臂之力 可是 他们应该也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黄继城 崛起苏主心的 任何组织啊 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认为你做出这样丧心兵狂的事 你应该付出代价 你是什么管理江户大 你不要怪长林了 他要负责的事情很多 每天都焦头烂管 哪儿还顾上这些事情 结果 这黄继城尊主到底是什么来的 怎么会这么强 其实叶浩天这个人和大长老 还是有些怨怨的 和我 不错 这个孩子就是叶家叶群山的孙子 绝对不 我和群山那是好多年的兄弟了 我记得他只有两个孙子 其中一个呢 就叫做叶磊 但绝对没有一个叫叶浩天的 我没骗你们 是真的 而且一个名字而已 名字可以随时改 你们是不是忘了 六年前叶家的那场过事 居然是他 是磊儿 六年前 叶家变故 磊儿的进步把他逐出的家门 公司再无意境 他在六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成长是谢的 他是个好孩子 他在外面隐忍了六年 发展了那么大的事情 而且得知在这儿 还有一个孩子 在短时间内 他肯定不会来这儿 不错 很好 我决定了 我的接班人啊 就是这小子 待会儿我就去趟西丁别墅 亲自跟他谈谈 吴家 真是不知田高地厚 吃了穷青豹子胆 竟然敢欺负我孙子 找死 今晚 我就先变吴家 人家啥时候成了你的孙子 你这脸皮 还能再厚点吗 我跟群山是兄弟 那他孙子 难不救出我孙子 哈哈哈 孙晨 你放心 等爸爸把这边欺负妈妈的坏人都当了后 就回去找你 以后 爸爸再也不离开你和妈妈了 爸爸还要给妈妈 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对 无佳人闹着吗 差不多了 央视集团的江涛一刀 说这王军主对抗的家 应该是 嫂子请姜子去帮 看来你们嫂子 是真的不相信我 小小吴家 翻手可灭的伙子 既然他江涛来了 那就见见了 你給我住嘴 原來你指望的 就是江超 不用開 既然已經事情發展到現在的地步 那也就無所謂了 一號天我張家保了 那就看看你有沒有這本事 老實告訴我 早就想滅了你江超 什麼 什麼可能 江超你說了 其實十幾年以前你就說 你最貝的呀是沒有一個機會了 你真的以為你們江市集團 這幾年的快速發展 是靠你個人能力 那呀實際上是 我無聊逗你玩的 上個月你們集團的貨物大量就是 吳永才是 吳永才是卑鄙小人 你家裡把我五輪都好 不用了 他是不會放過我的 年輕人我走不了 我偷渡吳永才 你快走 既你照顧我 從他離開江中永遠都不要回來 走 包玩這大盤他走得了 剛好你真的以為 你能保護他了他 一號天你今天必須把命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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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先殺了你 走啊 你 你是 朱昌林 你怎麼會在這 吳永才 算你實相 居然認得我 不過今天我不叫朱昌林 請叫我黃吉成又護法 又護法 沒錯 對 你你你你 你到底是誰 你要殺我 你說我啊 我就是一號天 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見了一個黃吉成吧 跟你們吳家相比 我差遠了 你們吳家多厲害欺負我妻子 殘害我女兒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呀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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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饒我吧 放我一條生路 我 我還不想死啊 你覺得你還能活著嗎 或者 你覺得我把黃吉成的所有高手都調過來 我會放過你 多謝江先生的辦法 你的心意我記下你 從此 你就是我黃吉成的朋友 不敢不敢其實我也沒有幫上什麼忙 大長老 嗯 那些人你處理好 十倍刑法 該怎麼罰 就怎麼罰 是 對了 今天這裡發生的所有事情啊 都給我下公口 所有人簽最高保密刑 誰要是敢透露主局 戰利決 大長老放心 孩子 你受委屈了 不過你放心 以後啊 沒有人敢再欺負你 這次回來 就別走了 戰過 以後 我就交給你了 當年的事啊 我們都知道了 只是我去的晚了一步 孩子 對不起 回來了 我們需要你 嗯 你在說什麼 咱倆不熟吧 哦 葉群山 你 你六年前去的我們家 唉 我去過 但是我晚到了一步 孩子 對不起 怪我沒有照看好你 沒事 都過去了 終有一天 我會親自討厭工作 這個手錶啊 是權力的象徵 雖然呢 以你的能力啊 也用不著 但是啊 回家可以給孩子 就當啊 是我給他的禮物 以後啊 我 就是你的後盾了 老先生 我 我可能沒有你想像那麼好 恐怕 我沒有資格當您的接班人 而且 我現在不想管任何事 我只想陪在我妻兒身邊 哈哈哈哈 如果啊 你都沒有這個資格 那就更沒有人有這個資格了 哈哈哈哈 好好考慮 別急著拒絕 遺憾 有什麼事情不方便出面 嗯 就咋常理 您 您 有什麼分副 鄉先生 您女兒和我妻子是好朋友 您不用這麼客氣 今天 在這發生的所有事 談起您務必保密 不能讓您女兒知道 我身上背負的東西太多 現在 還不能跟我妻子談談 至於 您女兒問起 今天的事怎麼處理的 就說是我們幹的 胡家背面 是因為我們掌握了他們大量的犯罪證據 一鍋端了 您放心 今天這事兒 我這輩子一個字都不會說出去的 也不用一輩子 我的身份 我會一點點向我妻子談了 讓她慢慢接受 今後 我也會助江家一臂之力 好 現在 所有的事情都處理好了 我們 就先走了 常理 走了 今天 感謝這位兄弟到來 請大家先行返回 聽候命令 是 晨晨已經八點了 去吃點吧 媽媽 你先去吃吧 我感覺爸爸快回來了 我要等爸爸回來一起吃 晨晨叔叔不是說了嗎 爸爸今天不會回來了 最快 也得明天再回來 走吧 先吃飯吧 還不是 我感覺他今天就能回來 他看到我一直等他 他就不會走了 一浩天 你聽到了嗎 你女兒最大的願望 是你能陪在他身邊 所以 你一定不要有事 一定要平安回來 不 晨晨 我跟你說的話你聽不懂嗎 我跟你說了 你爸爸不會回來 就是不會回來 你在這號有什麼意思啊 就吃飯了 嗯 媽媽你就讓我走吧 你這孩子怎麼這麼聽話呢 過來 爸爸 爸爸我猜你今天就不會回來 你果然回來了 我們家晨晨感覺真正 對不起啊晨晨 爸爸回來了吧 沒關係爸爸你回來不好 媽媽也不等你了 你覺得沒事了嗎 你覺得沒事了嗎 吳家總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你 要不待會兒 你等他睡著了 收拾其他東西趕緊走 短時間內不要回來 媽媽你又想讓爸爸離開我 你放心 爸爸不會離開你 去玩好吧 真的沒事了 都徹底解決了 可能是我運氣好吧 吳家人這次動靜太大 忍入了江州的大長老 在今天下午啊 大長老直接派人去抓人了 吳家人都服髮了 什麼 吳家沒了 嗯 沒了 所以我才能平安回來 所以我也不能走了 但是你把無人鋒打成那樣 江州城大長老 不會這樣麻煩嗎 我是黃吉成的人 江州的人他管不著我 要懲罰也是黃吉成的人懲罰 那黃吉成的人會怎麼懲罰你 會很嚴重嗎 沒事 也就開出戰部吧 無所謂了 當我知道我還要給孩子的時候 我已經不想在黃吉成待了 我只想陪在你們身邊 瑞宇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當年我的魯莽 臨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不是我的錯 沒事 不說這些了 我過去了 月浩天 給我本無感情 但我萬萬沒想到的是 晨晨居然那麼喜歡你 今天 還非要到門口等你回家 你有你的事業 我不想和孩子平安去 我這輩子 不成為跟你結婚 我只想能力成真好的 但我聽你 你就是我的妻子 以後 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你 爸爸以後 不許再生小孩了 我想天天跟你在一起 好 好 我以後絕對不騙你 咱們和媽媽去買衣服 好吧 好 耶 以後我這裡有新衣服餐了 好 我以後絕對不騙你 咱們和媽媽去買衣服 好吧 他們原來還有沒有你媽 他有沒有你爸 居然你還帶個野男人回來 你你醒了你啊 你純屯小幫我來氣死 我落家的女兒 懷著別人做孩子 還生下的孩子 可是男人到現在都不見影 我們落家 已經成了整個江州性人的笑話 你知不知道 這都是因為你 我跟你說 媽媽 你女子回來 我就憋想走了 我給你找了一個各方面都不錯的男人 就是你們的大學同學 高亮 人家不嫌棄你有孩子 這段天人家出差了 明天就回來了 人家就給我團體見個面 好好的後天車把照領了 把婚結了 媽 我不跟她結婚 沒你說話這份 你憑什麼不跟人家結婚 人家現在是一個大公司的高管 人家都不嫌棄你頭 你有什麼不可嫌棄你頭 因為她是我妻子 這是我葉浩天的妻子 我的妻子 憑什麼跟別人結婚 我要跟我結婚 那當然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才無敬你就是我妻子 這輩子 我都會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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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說你是那個野種的父親 那你就是他那個野男人了你 你該說我女兒是野種試試 你再跟他媽這麼說話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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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你幹什麼 有時候動手好不好 當年的事兒我不跟你說了嗎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該躲在女人身後 有些事兒本就該我承擔 老爺你不能打爸爸 不許打爸爸 你閉嘴我看見你就現在 趕緊出去出去 出去 晨晨你先跟爸爸出去一下好不好 爸爸 他算什麼爸爸 你自己按的什麼心你自己心裡清楚 還有我們家的事你少管 不要來插嘴 小心說多的爛嘴 你敢跟我這麼說話 你們一下子辦事 可是你嘴上那兒挺厲害 我閉嘴 哎呦 你怎麼跟你姐說話呢 我都不管出去 你也守護了 你老實在是 還有你說話的話 走啊 你也不用了 婷婷現在這個人家都大了 好多下午都不僅僅還 不僅僅還要跟一句話談合作 笑嘴 我打你你還不服氣 你讓他嘴上我們江中市最大的笑 我一輩子 你承不承認 當年要不是為人救我 他的人生 也不會變成現在這個人 可有 看著我 是好辦法 你拿什麼助手 爸 你別逼浩天 剛剛的說話 你說的對 你打電也對 我是改打 但是事情已經發生 我應該為我當年的行為負責 我這次回來 本來就是打算許美羽 照顧他一生一世 你照顧 你拿什麼照顧 你剛沒開啟連份工作都沒有 你欠他的一輩子都還不起 你拿什麼補償 你能讓全江中的老百姓不笑話他 爸 請你們給我一個月時間 一個月以後 我會給薇宇在商周辦一場盛大婚禮 讓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後悔 呦 真是好大的口氣 你有工作嗎你啊 這盛大婚禮 一個月後 我給你辦一場盛大婚禮 你想想 抱歉 你先出去吧 我給我幫忙去收拾 你剛剛的話 我很放心 有機長 我跟你說的話是真心的 謝謝 內夫 你下個月要給薇宇舉辦一場 封重全程的婚禮 真是巧啊 我跟我薇宇下個月也舉行婚禮 不過你都夠穩重 我們給你做陪衬 來 說什麼 那 先生 哎 告訴周景海 我不管他用什么方式 下个月20号 我要给魏宇办一场盛大婚礼 希望他们协助 是 真的 只要下个月和我们同一天办婚礼的所有人 他们的婚礼费用 我说 但有一个条件 那天的新人 必须给我的妻子送上祝福 到了到那天 我等着看以后 据可靠消息 一位神秘总裁将赤子金石屹 魏魏和亲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听说他英雀潇洒 重手大方 将承包同一天新人的所有婚礼费用 天呐 太大气了 几十的亿办婚礼 太大气 魏宇 你们家夜后天可是说要给你办一场盛世婚礼 不过就是这场 几十的亿嘛 这有钱嘛 好了 婷婷 跟妹妹说话 有点当姐的样子 你看 魏宇现在回来了 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 能不能把她回公司找玩儿啊 没事啊 这个公司 也没什么值得 交通的公司 很多 干嘛非得跟自己介绍啊 家里 有婷婷一个人就行了 家里有婷婷一个人就行了 大哥 你别太过分了啊 你一个劲的同时魏宇回去到底安的什么心 是 魏宇是发不错 但是他爸说的对他再怎么招不是你们洛家的人吗 就允许你女儿在公司里有权有事啊 你干脆连贵收的骨妃一起收走得了 但是你说这个话是什么 什么就是我在公司有权有事 你怎么不说今天我为洛家拉了多少档子回来 哼 魏宇啊 但是之前你给家族蒙修 所以呢 你得给家族多些贡献 作为你的试用期 什么时候完成了 就当什么时候给你转正 你搞没有 三个条件完成就行 一 城南王家欠我们二百万货款 三年了 你只没收钱 你去把它要回来 第二 公司 要上一批新产品 你去拓展一个渠道 第三 家族 中多年来 有很多项目 你选一个 谈下来 你这不是唯一男孩 我们家情形就是这么过来 魏宇也是名牌大学 做不当 大 别说了 大伯 我答应 我会有多多 你知道个屁 这三条件要那么好完成 他早就完成了 魏宇啊 你把说的没错 这三个条件 确实很难 这样吧 你完成一个 我给你转正 完成两个 我让你当主管 完成三个 我让你当经理 你 还有意见吗 我 你 我 我 你如果玩不长 记得啥 得聊 跟他那个各色样 真的是跟他爸一模一样 不就是靠着他的未婚夫吗 要不是他未婚夫李扬帮忙 他能给洛嘉拉到什么项目 咱们靠时 靠那个没有工作的样子 你自己要好天吗 微月 你明天必须得去上行 人家可是天音集团的高管 妈 我不靠别人 不要靠自己 你 他那个穷三样咬得起你个孩子吗 我 肯定就和老爷他们吵架了呗 未婚 我爸想让我回家里的公司 我大伯给我提了三个条件 都很 这些都是什么 能弄什么呢 告诉你也没什么 一个是让我去城南的王家 逃了二百岁的校团 另一个是让我给家里拓展了 一个合作学道 最后一个是给家族 拿下一个地址的王 爸爸妈妈遇到困难了 你可要帮妈妈呀 宁太 发作是业美人是 恐怕是帮不了妈妈 但是我比较相信妈妈一定可以做到 鞋鞋我也觉得妈妈很厉害 卫月 小相 尝一下你早的今天方式 在我 是 老子下午就去了王氏集团要欠款 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王家的人 还被一个精灵 把力把扎倒是 周总周总 我实在想不到小子就能在哪得罪您了 还请您明说周总 不管怎样我都愿意说话周总 只要你让我一名让我一名吧周总 王坤 你算了 你要是得罪了我周金涵 兴许你还有条活路 可你压根不知道你到底得罪了谁 周总 不是你得罪 吓死我了 你是脑子缺根筋啊 还是没听出我刚才后边说的话 啊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得罪了我都不敢得罪的人 听清楚了吗王坤 你都不敢得罪的人 不过不想说点也不是你 都是你下宗那边干的好事 不然按照那位的手段 你不可能完成的站在我面前 周总 就我救人 我真的不一定让我下宗那边干的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周总 等一下有位先生要来 你就好好给我交代 不然你全家都得完蛋 懂吗 懂 诶 诶 陈先生 您来了 你就是王坤 是 是 是 下宗是王坤 你拖欠洛家五百万贷款 洛家今天过来要钱 你怎么做的 我知道的 否则你见不得了 你见到洛家人呢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哦对对对 贷款 我马上好我十倍管 不知道 喂 今天过去来要照了 快送 是王总 一个女的 让行政部经理打了一巴掌就轰出去了 快怎么办 你了 我给你五分钟 见不到人 后果自负 周总 老板 我什么都没干 好 快 快 快 好 沈先生 君主要来吗 是大哥马上到了 大哥 他就是打了嫂子那个人 我就准备飞着他的手 就是你打了我老婆的威严 我 我不照顾你老婆 你饶命我 什么 都是他 是他做什么做的 放羊屁 别误会我 我觉得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什么都不知道 大人饶命我不敢 我明天清楚就给他道歉 大人饶命我不敢 大人饶命我不敢 我明天清楚就给他道歉 请帮我玩 请帮我还我十倍百倍 千倍的还大人饶命啊大人 你应该信谁 我现在还不想在我太太面前 暴露身份 自己关于总科王 其实你说的话 明天都能倒下 但是不要透露今天的任何事情 还有欠款的事 就要按照银行利息成果 听懂的吗 懂懂的心 周总 可不敢这么教 你有什么吩咐 说得懂 再说不死 安真有件事需要你去做 如果再给我太太翻个好盒 第二个就是 陆小姐让吴太太去建一个新的合作商 你去办吧 越快越好 但是有一点不要透露我的生活 好好 我这就安排 你看还不动手 陆小姐你好 王总 您 您就是 哎呀陆小姐 你说的是哪里话呀 我这些年一直拖起你们家欠款付款 本就理亏 为我昨日出差 听说我手里才对你动手了 那我的心里更过瘾不去了 对了 这里是五百六十万货款 您先拿着 多出来的六十万算是利息 哎 本来我想打到公司账户 可是我想着 还是当面给您道不歉吧 昨天的事真的不好意思 请您原谅我陆小姐 您把钱送送过来了 哎对对对 您先把这个协议签一下 以前啊都是我的错 以后我保证咱们两家的合作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会提前支付货款 待会秘书就把提搭到您的账户上 哎对 您先把这个协议签了吧 我不是在做梦吧 王总 您您这胳膊 别提了 倒霉透了 前几天开车 撞电线干上了 哎 陆小姐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 婚礼的事准备就怎么样了 放心吧大哥 一切都很顺利 天音集团也在积极宣传 到时候那天结婚的新人 争取达到1314本 代表一生一世 江州最大的教堂和酒店 都已经包下来了 到时候 整座城市都铺满玫瑰花瓣 绝对是一场盛世婚礼 其实情统无所谓 我现在都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少钱 可是薇宇的 情绪没有了 再也等不回来 我签薇宇的不只是一场婚礼 我签她的职医生 放手去办吧 除了你要保密我的身份之外 其他的事你自己做出 放心吧大哥 嫂子可是咱们黄金城的孙主夫人 怎么也不能受委屈 啊 开车吧 爸 你就放心吧 就你提出的那三个条件 一个比一个 骆薇宇又不是神仙 她肯定还不成 总监 王家的欠款我们已经收到了 年本代理 而且他们还支付了我们的预付款 什么 欠款还回来了 是的 我已经打电话核实过了 对方说王总和骆薇宇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不可能 总监 刚刚来了十几个人 个个看着都像大老板手里面拿着合同 都说要来和我们谈合作 而且他们有的人说 已经给我们打了预付款了 现在就在会议室等着呢 什么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啊 快去看看 我这是要发达了 等我把这十几份合同签下来 我在公司的地位就没有能弄我 还是挺顺利的啊 哎 各位老板欢迎欢迎 骆小姐 别的就不说了 我们呢都还有事 合同我们先签了吧 这合作条件还满意吧 满意满意 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 我有的是时间我们慢慢来 大家等一下 这合同上的名字 怎么不是骆维宇 骆婷婷是谁 我们是来找骆维宇的 骆维宇 骆总呢 各位老板 我呢是销售总监骆婷婷 骆维宇就是个临时工 我一个销售总监 还不够资格跟你们签字吗 销售总监 你买什么东西 一个小小的销售总监赶回我们张说话 就你 还想跟骆维宇小姐相比 你不想找镜子你配 赶紧把骆维宇小姐叫出来 要么是合同 咱们不签了 这些都是和爷爷平起平坐的人 就连我爸也不敢得罪 算了 不能再那么生气 骆一鸣呢 让骆维宇出来 老子是来找骆维宇签合同的 随便找几个阿猫阿狗就来打着我 就是让他出来 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做法 你试试看 各位老总 各位老总 来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你看我这什么也没准备 这样 待会我在江州大酒店摆这么一桌 亲自给大家赔罪 怎么样 小洛呀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来这儿 就是为了少洛威宇小姐 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这次货货 我们预付款都打过去 又等洛小姐签字 这个洛婷婷是个什么东西 就她也配给我们签字 还指高气昂的跟我们说话 谁给她的脸 要不是刚才洛威宇小姐的面子是 就这破公司 请我来我都不来 什么玩意儿 你到底干的先什么 再会跟你算账 还不赶快给老板们道歉 快 对不起各位老板 是我狗眼看人低了 看你干的好事 从现在起 开除你乡书总监的时候 我不想看见你 赶快给我滚 各位老板 这样 我亲自签字 但是我给各位承诺 这个合同呢 全部算在洛威宇小姐的身上 怎么样 大佛 啊 妈让我来公司找你 来来来来 你们就是 你就是洛威小姐 快帮我签下合同 那天我呢 我先来我先 我先我 我先我的 我先我的 路肥虞 难道是有人在背后帮他 这件事情 我得多查查 感觉 很 劲 妈 我也不太相信郡主任了 可是谁会帮我呢 毕竟我在江州城 就是个笑话 他们看我笑话的来就是 贝宇啊 你大伯格 已经同意你回公司上班了 而且 还要让你当总监的 哎呀 哈哈 我就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 来来来 你想吃场 妈都给你做 我老婆当然是最棒的 哈哈哈 哎呀 可是有个软饭业师的男人啊 今天聊一趟 妈 你不要这么说浩天 真不是我的功劳 我感觉 一定有人在帮我 不然我这里不可能 高亮 她不是天忆集团的吗 哎呀 人家还没回来 就到处给你找关系 找老板 你肯定好好谢谢人家 你说 是高亮帮我 不肯定啊 这还有假啊 你看看人家 哎呀 高亮啊 她又唱了我的女婿 我可真的是招高香了 你明天可要打扮漂亮的 去见人家啊 看什么看 就看出来 哎 对了 那个轰动全程婚礼的消息 你听说了没 到时候让高亮申请一个名额 哎 那神明父皇 不是说下个月对咱们江州市 对她的妻子喜欢婚礼吗 哎 据说是啊 花几十亿啊 在住同一天 一千三百一十四对新婚结婚 不要 高亮 肯定能申请下来这个名额 多宝贵的名额呀 妈 你别说了 我不信啊 走了 你别和妈妈挑战了 死人 是 绝对 那 这 知 许 许 他周錦海想見了 你告訴他 咱們現在過去哎呀 讓他叫他那個所謂的高亮 我倒要看看是什麼樣的人 敢對我的女人下手 啊 這不是一號天嗎 周錦海 這 天音集團大老今天 今天親自給他開門 這怎麼可能呢 這也好天他 他到底是誰呀 拜見尊主我周錦海榮幸之志 今天能請到您吃飯 來請 最近了 再見 謝謝 我不要誤會啊 我 住手 都給我住手 江小姐 你怎麼來了 他 他跟你一起嗎 對不起啊 是我自己看見你的 超超跟來的 魏宇他沒跟我一起的 江小姐 既然你已經看到了這些東西 我希望你先不要和魏宇說 我的事比較複雜 涉及到的東西也比較多 以後 我會和魏宇悶悶解釋 沒事沒事 一家 嗯 你忙你忙 我不會和魏宇說的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說的 現在我們江城最大的大佬 周錦海 這麼公斤的站在他身後呢 我怎麼敢多嘴 江小姐抱歉 我剛剛不知道是你 讓你受到驚嚇了 非常抱歉 沒事沒事 你就 把江姐也送回去吧 是大哥 一會兒 周先生 我這次赴約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您說 您說 只要我能辦得到 那個叫高亮的帶過來嗎 帶來了 我這張手下 把他帶起來 你 就是高亮 高亮 發什麼帶呢 大人問你話嗎 大人 你有什麼吩咐嗎 聽說 你明天要在唐燕的牽線下 跟魏宇相親 還想帶他去下個月的婚禮 你怎麼知道 他問什麼你就說什麼 哪有你插座 你說我為什麼知道 你猜猜我是誰 你猜猜 我和駱惟宇是什麼關係 你再猜猜 下個月是誰要辦這場 甚至婚 你是葉浩天 駱惟宇帶回來的那個男人 你 蓮燃 把他拖下去 咱們說是 大人 我要知道陸瑞也是您的太太 就算您借我一萬個男子 我也不敢聽啊 大人 大人饒命啊 大人 其實我剛剛很想讓你直接消失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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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錯了 我這就給唐阿姨打電話取消鄉聽 不 一定要去鄉親地點見駱惟宇 就算你消失了 我那個好少母娘 還會去找一些陳亮啊 劉亮 團都煩死了 所以 你明天就按照你們的約定 去跟他見面 說什麼 給自己考慮 你要坦坦透露我的身份 不敢不敢高亮 你最好還是不要自以為試著做一些傻事 我 可不是什麼 還不看滾 爸爸爸爸爸爸你終於回來了 陳柴 這爸爸給你買新衣服 快去試試好不好 魏宇 這是我第一次給你買衣服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你不用這麼客氣 不是客氣 你看你少不了參加一些聚會什麼的 總不能量一件新衣服都沒有 走快去試試 好 謝謝 你快去吧 我在車上等著你 有什麼事給我打電話 好 魏宇 你這衣服可真漂亮啊 在哪買的 你穿上更漂亮了 哎 這高跟鞋也很不錯哎 這是夜號天給我買的 買點衣服怎麼了 他把你害的那麼苦 買點衣服就補償了 他做夢 一會高亮來了 你可別給我做錯啊 媽 我今天過來 是想和你和高亮說清楚 我是不會 小高的喊來了 快快快坐這兒坐這兒 哎呀 快 他居然這麼漂亮 這身材 這裡了 怎麼偏偏是那個人的老婆 真會 真倒楣 我已經有喜歡那個人 你給我閉嘴 哎呦高亮 你別敬意啊 我這閨女她讀書讀傻了 她她胡說八道呢 我們倆今天好好聊聊啊 威宇啊 她雖然有個孩子是吧 但是她人好呀 你看你看 她人長得也漂亮 但是你看我們家也不算小一小户啊 哎呀 對你是百分之二百的滿意 你要是沒意見 那阿姨今天就做主了 你就把證領了去 媽 反正都是大學同學嘛 你就別拖著了 陸小姐請放心 我懂我懂 阿姨我真的很抱歉 我昨天公司出了很大的變動 公司派我出國出差 這一出去就是五六年 我不能耽誤了威宇 而且我也配不上威宇 阿姨抱歉 對不起 威宇 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但我還一直逼你嗎 讓你跟我在一起 是我該死 阿姨對不起 我知道您之所以想讓我跟威宇在一起 是因為我不介意他有個孩子 他現在因為工作 同時我覺得沒有什麼比孩子的親生父親更適合威宇 你以後就別再給威宇亂介紹對象 哎哎 小公 嗨 羅威宇 你現在滿意了吧 你覺得我這麼做是為了誰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不在乎你有孩子的男的 你都是這賤 以後我也不管了 哎 幹什麼的 喂 姜小姐 你的情敵已經解決 那個高亮啊 自己打了退堂鼓 哎 是不是你威脅了他呀 感謝 姜小姐回報 好 你只需要站在我身後即可 任憑前面有再大的風浪 我都會為你等 許舍航 是大哥 先生你好 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您的嗎 我們店裡最近有很多的優惠活動 您喜歡哪款車我給您介紹介紹 我想給我太太買輛車 聽說奔馳一級和S級都還不錯 你幫我介紹一下 真羡慕林太太 這邊就有線車 您這邊請 先生看您的氣質就知道 您肯定是一個失誤神的人 像奔馳的太太也是一樣 其實奔馳一級的州已經挺好的吧 奔馳S級呢肯定會更好一些 畢竟他價格擺在這邊貴呢 肯定是他的道理 就是比如說呢 天 還氣質 裝什麼裝啊 穿成這樣吐裡吐氣的 不會真以為他還買了七分池吧 這種人不就是來裝逼的嗎 我們店裡哪天不來個七個八個 你還沒長點記性啊 你說的對 既然S級好一點 那就買好的 會有貴的道理嘛 一分錢一分貨 你說店裡面有線車 那就刷卡吧 待會兒我就開門 先生 您您真的打算買啊 好吧 您等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優惠 啊不用了 我不差那點錢 而且你給了我優惠以後 你的提成就少了 刷卡去了 他居然真的買了 還沒獎價 這一單的獎金 可十幾萬呢 又便宜那個死丫頭了 先生 剛剛不好意思 要不您跟我買 我給您更大的優惠 不用了 我這麼脫離吐氣 別髒了你的眼 資訊 不認識 這裡 這個 在心裡 我兩個 說 我媽媽 要認識 我 我打老子买客的 我怎么弄他 过年之后 原来是租的 哎你刚刚喝什么 没什么 这辆车呀 是人家花二百万 租给自己走的 什么 这这怎么可能啊 老公我也想来 这些东西买好客 买个屁呀你疯了吧 那一车两百多万 我现在哪有钱啊 赶紧走别蹲线 大哥 嫂子去参加什么同学会了 会不会被人欺负 哎维宇 咱们大学同学高亮 今天怎么没买呀 我听说呀 人家可是天忆集团的高管 是不是人家那种高管 心里大了想念 行了行了 他混的好 你混的也不差呀 你以前是不是喜欢高亮呀 可惜人家看不上你 哎维宇 他不是一群喜欢你吗 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啊 就他 他还有那个脸吗 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知道什么呀 你还真把洛维宇当蹦蹦呢 某人呀 大学高毕业就怀了孩子 孩子出生以后就被赶出了家门 人家的孩子都有了 你觉得高亮还能看上他 大哥 嫂子去参加什么同学会了 会不会被人欺负 真的 厉害了 不愧是咱们笑花啊 未婚仙映这种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你们少装糊涂了 这事你们敢说你们不知道 没看到今天人家威语 都敢来参加同学聚会 人家的脸皮啊 厚着呢 都是大学同学 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张三 你装什么不花使者呢 对了 你大学的时候 还给洛威宇写过一封情书呢吧 结果呢 人家连看都不看就给你扔了 毕竟人家是当年的笑话 就算现在蚕花败柳了 也不是你这个屌丝可以下手的 你也不看看你 不就是个修车厂的修理工吗 连老婆孩子都要 你别太过分了 老子认得再少 也是老子辛苦正来的 也比你在业组卖肉 你再说一次 行了 都是来聚会的 干嘛呀你们 但是 我听说薇宇快要结婚了是吧 对吧薇宇 你应该结婚了吧 你老公呢 薇宇 你那个老公呢 你老公肯定很厉害吧 毕竟你连高亮都看不上 那你这个老公最少也得是个大老板吧 哎呀 你的事情呢 我也听说了一些 你老公没工作 对吧 哈哈 哎 我正好可以帮他介绍一个 我们酒店呀 现在正在招服务员呢 哎 要不要让他试试 我一个月 给他三千 怎么样 胡维宇 还是赶紧谢谢人家呀 哎 这不是你们整天 不是涨钱的东西 你旁边那个盘子是谁呀 这么说啊 应该是 什么集团的大老吧 老婆 你怎么在这 你你怎么在这 陈总啊 是我好朋友 他知道我来江州 都邀请我过来进去 妹子啊 今天啊吃的喝的全算我的啊 来了这就跟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啊 一会儿啊 安排你们去 咱们最好的包间好吗 最好的包间 别不服务人呢 就算是江州 一旦索兴的老板 都没逐渴进去 吃一顿饭 起码三十万 虽然看来都不愈了 那一天再上 这么大声 老婆 你就和你同学们去吧 我和钱总还有点事啊 嗯 帅哥 你不是明天要去集团上班吗 给你买这家 奔驰S系 车不好 你先将就个胎 要是脑不合适 你再换 车正好在下面 你忙完以后 再车里坐 好 两百多万 出买就买 那我到底什么 什么 做没有你也太好了 等一下 刚刚你没来的时候 这样 会有不少人欺负你了 居然下级他们吃饭 我虽然是穷 你要什么的 我都看不起 说 谁欺负我老婆了 就他们两个骂的可难听 大老板 是我不对 我该死 但是都是他们支持我干的 我们在上大学之前呀 他们都看不起你老婆 而且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聚会是他们组织的 目的就是好好教训您开开一顿 哎你这么好 我怎么会骂他了对不对 你别选口喷人啊 您应该庆幸我从来不当女的 从今天开始 不准他的针奏出现 是啊我马上罢 你不是我大堂经理吗 是不是 钱总 对不起 我就就走 你们酒店的人啊 吃酒店让你走了啊 你是真牛逼啊 我都不敢得罪你 你竟然敢算计人家太太 我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以后 也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了 谁都帮不了你滚 钱总 你听我说 你还敢废话 叶太太 真的对不起 是我管教手下不言 没 没事 你不用跟我道歉 操天 我真的没事 请问 我这个老公做的够 够够够够 你很不错 谢谢 我也就是记不过 所以多说了两句 魏远 对不起 让你说到冰下了 你去车里面等我 我办完事就下来 今天 谢谢你 雷雨 如果我说 当年你救我那一天 我就喜欢了你 你相信吗 叶浩天 你其实没必要这样 我是晨晨的母亲 你是晨晨的父亲 因为我有没有感情不重啊 你不用记得那些 叶浩天 对不起 这是你说的不 我无法想象 但是你相信我 我心里是真的喜欢你 我说的话 没有一点冲动 我是认真的 叶浩天 你知道你这么说 代表着什么 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你也知道 我很傻的 你要听他说 我会当心吗 我真的会当心的 哎老婆 什么 五百万 有人给我的修车铺子 投了五百万 我真是遇上贵人了 我不知道是谁啊 哎等等 难道是他 我是认真的 我发誓 下个月我们的办婚礼 这辈子我非你不去 只有你才是我的妻子 嗯 我相信 我也发誓 一后天 我只做你的 路上请你啊 好 妈 你干嘛 妈 什么我干嘛 你跟这个一号天厉害啊 你俩 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要不是昨天晚上婷婷跟我说 你们俩买了奔驰 不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妈 这车 不对 一号天不是被开除了吗 怎么能卖这些这么贵的车 你倒是解释啊 哼 洛威宇 你行啊 吃独油盆啊 是啊 你是不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妈了 两百多万的车 你说买就买 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妈 到现在还开了几年前的那辆 莫车 你好天 我不知道你跟我女儿 挂了什么迷魂汤啊 这就非要嫁给你 行 你男人飞在一块 但这车给我 你有没有意见 我说你疯了吧你 你一大早晨跑过来乘女儿的车 你到底想干啥呢 你这个没良心呢 你自己开个好车 让你妈开个破车 你这个不笑你 哎呀 我可没怎么这么苦啊 街坊邻居快来看看啊 我伤了个白眼狼啊 妈 对不起啊 是我考虑的这车您开走 要天你这个没良心呢 我自己苦苦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怎么就让你 对不起啊 你别管我 你说啥 寄个车给我啊 对不起啊 车速没人 您现在就可以开走 您别怪微语了 是我考虑不着 你说的是真的 你别发挥啊 您随时可以开走 哎呀这才像样吗 叶昊天 你放心 我们不会要你的手 有一头 我就让他妈妈这么快来 爸 您就 真的不愿意去唱我们的名字 现在 你也是当副组 你把魏宇害成这样 你就不想一想 我再给当副组呢 这什么心情 对不起 爸 不是他的错 当年 他重症昏迷 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相信他 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 你要妈 去看我 老爷 你别怪爸爸 是我打电话 让爸爸回来的 你可千万别怪爸爸 称称乖啊 老爷不顾怪爸爸妈妈的 啊 宝贝 先回家 叶昊天 就算你不知道 等魏宇也是被你认会的 爸 都是我犯的错 我发誓 这辈子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 下个月二十号 我会给魏宇办一场关联 再也不会让她收回去了 既然失忆至此 我也不想再说的了 但有些你们记住了 以后 你要再让魏宇受到伤害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和你们 贝宇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都懂 对不起啊 你刚买的车就不用拿开 没事 跟我小事 快去上班吧 别迟到 嗯 先生你用老买车吗 车和你有什么关系 叶先生说笑了 当然有关系啊 你想买什么车 我跟你介绍介绍 我不买车 就是路过 进来量矿房 不行吗 那你随便看吧 还忙呢 叶先生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怎么可能会不进去 喝点茶还是水啊 车没问题 我就是路过 随便进来看看 怎么 不欢迎吧 哪能呢 你不买我们店 那是我们店的荣幸 那我现在也不忙 要不 我再帮您看看别的车 别老写购了 他又不是来买车的 真是吃饱了撑的 昨天那个车店里面还有吗 还有线车 怎么了叶先生 昨天那辆车 我让我们家分析了 我就送给他了 所以我今天再给我太太买一样 还是昨天那一款 什么 叶先生 你真的要再买一样 嗯 谢谢叶先生 您刚刚不是说不买车吗 对啊 刚刚确实不想买 但我现在又想买 怎么着 有问题吗 您刚刚是在逗我玩吗 今天是我先接待您的 是啊 可你一天我不买车 你就不搭理我 我说买车你又冲过来 你知道 老顾客当上的玩了 当你们的挺狠心 问 认识原家的 怎么又碰我 怎么着带你 又来买车 哦 哎呀 你看我这记忆 你昨天买的那车 听说早上被你丈母娘开走了 怎么 车被你丈母娘抢了 你想来退车 别想了 不可能 骆婷婷 你是脑残吗 你敢骂我心里的 你说什么东西 叶先生 您的新车准备好了 请您查说一下 另外您连了两天 在我们店里买车 以后呀 您就是我们最尊贵的会员了 今后 但凡您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来找我们 我没什么需要了 但是这位大婶 要来你们站着闹事 说谁大事 你这位女士 请你自助 不要跟我们店里闹事 否则 我交交往安了 交往安你交啊 我只要买车的 我还心思 你们都这么对待我 先不用搭乱 不是车点上没权 不找地点给我光你呢 宝安 宝安把他赶快去 放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吧 胡车传业 你还要不要点老眼 那车是一号天宇 贝贝美的 你这么巧 你教训谁呢 我女儿的村我不能开啊 再说了 那废物都说是给我了 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 但戳戳被你哥压一顿 现在连个换新车的钱 都没 你给我逼你嘴吧你 我逼什么嘴 我跟你二十多年了 我早就想要 中学院的别墅 你买了吗 当时嫁给你的时候 答应他好好的 他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房子呢 我就该跟你离婚 是 我是没用 我知道 你一直都喜欢那人 我也答应你这么多钱了 可一直都没钱给你 可你要知道 那房子江州名流抢出来 现在就算他们有 钱都会自购买 因为我争不过他们 我真是没用啊 不过啊 我还是觉得 你不应该拿叶豪天的东西 凭什么 我女儿受苦受力这么多年 他还不应该出点心向你我 我帮你 走 文财 你在家等着 爸爸请你 那好 你快点回来请我忙 这就是中书院啊 是大哥 房子已经买下来了 对 哦 你又来看房子了 这个中书院的房子呀 好是好 就是太冷气 这里啊 做的可都是江州最典籍的人物 他们天天都那么忙 你看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 哦对了 我听说你女儿回来了 而且还带着他老公和孩子 你女婿是干嘛的呀 你听我说 你可得让他们买个大房子 这小不行啊 我太疑借 我女儿买不买房子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以前你女婿的房子小 你倒别住啊 走就行了 谁拦着你了是吧 天天在这儿臭闲门啥 我讨厌 你说你又买不起我们这儿的房子 他天天有个劲的往我们这儿跑 你有能卖 你让你女婿给买一套啊 省得你天天往这儿跑 不知道的 还因为你是我们这儿小区的呢 他真这么大 这边一大城真不好意思啊 我刚给我妈买了一套 连爱匹区三百匹 就是你眼前这动 怎么样 一起去参观参观 哎呀好天 别的你就别说了 你要是喜欢 今天晚上准备就做了 哎呀你瞧见没 比你家的小房房子大多了 哎呀好天 我知道你用跑字来了 你看 哈哈哈这这 这是中书院的 这可是中书院呀这这 你去给我买的 你看这还能有假 我努力了大半辈子都没买到的东西 你就给买了 爸 这房子的钱我已经付清了 没有贷款 你们可以随时入住 浩天呀早晨是妈不对 妈不可以抢您的车 温宇啊你回去就把车开走 但是浩天给你买的我可不要 爸 早上的事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车的事啊 确实是我做的欠考率 这车就是您的 我给温宇买了一辆电磨鱼啊 浩天 我们以前看错了你了 不知道啊 你居然有这么大的实力 温宇跟着你啊 我们放心 对对对走我们回家 哈哈哈 谢谢你啊浩天 我 温宇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想问我哪来那么容易 还要 我为什么会认识钱吗 对吗 没事 你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就行 你有你的秘密 这很正常 你一定要什么都告诉我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 就是前几年你遇到我的时候 我当时被人背罢 公司倒闭 当时公司还有一块地皮 那块地皮我卖了两千多块 所以我有点省钱 魏远 过几天我们去开一个房子作为新房 我们就让你们说回去吧 是 市长 通知周庆凯 不用打下没有 我本领提前 下个手机 我不能让围书 本领 你不是已經是總監了嗎 我相信他都能好好休息 不行啊 大伯定的那三個條件 現在還有一年 你不是已經是總監了嗎 但我還是想玩 爸爸和大伯做過那麼多 我相信他都能夠休息 我不管你們怎麼做 現在給我通宵 沒日沒日的感情人 所有遺選翻倍 加班被翻倍 東西一天在家 一個星期內給我準備好 各部門一個小時 這幾天我就在公司 比較快 動起來 這是新增加的要求 為什麼話 我給你們說 我給你們加十倍的獎金 大家加油幹 我不管你們是誰 從現在開始到婚禮進行 你們當中 如果有人敢給我調鏈的 別怪我不客氣 都動起來 我來 關哥 來 你對音樂舞蹈的工廠 做準備好嗎 準備了 準備了 今天下午就集合到江州了 已經開始排練了 記住不能有一點差錯 明白 明白 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帮公司解决一个难题 比如 帮公司解决一个 好多年都谈不下来的项目主义 那你想的是哪个 洛家公司这几年 发展挺快的 但基本上 都是跟一些小私人合作 我爷爷生前 一直想拿到天一集团的合作 洛婷婷 这几天也在大伯的受益上 拼命往天一集团跑 他那个卫物资的爸呀 跟天一集团的副总裁江建民 关系特别好 看样子 洛婷婷这次势在必得了 大伯说 谁拿下天一集团的项目 谁就是公司的副总 我研究了很多天一集团的资料 想去试一试 好 我帮我加油 我喝春茶以后还靠领养 大哥 大嫂才工作没多久 洛一银就让他去谈办 还让洛婷婷和他竞争 是不是怀疑在背后帮大嫂 不清楚啊 不过他开这么小公司 也算是这老婆里 有少人要怀疑吧 那这次大哥还出手呢 如果出手他会不会这么说 怀疑又什么呀 过几家就分离了 早说我身份就不公开 好从十二生的 来 你这个分离的事 我去天一集团一样 谢谢你啊 不让我一直被那个洛婷婷 也不知道那死丫头踩了什么 灰 才回来短短几天 我爸居然真的让他当上了公司 而且还给我这样提 这次你帮我拿下天一集团的合同会 我倒要看看他落的雨 以后还蛮什么跟我比 那是 我们李家豪的也是天一集团 合作多年的贡献商的 昨晚那个消息看到了吧 神秘霸道总裁的盛大婚姻 一个星期后就要举行 现在天一集团已经忙疯了 所以啊就算那个骆维雨来了 别说近盒了 我们他连人都找不到 谁还有空搭理他呀 还是老公在这 那个婚礼 我们明天宣传你的看家没有 那婚礼提前这么多 我也没准备呀 呦 你来干什么 不会是来给骆维雨谈合作的吧 这儿可不是你这种废话的 还快过来 来嘞 哦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拿下来了哦 小家没有西叶的 我已经拿下来了 看开门口的宝案了吗 你连进都封业 王科娜老大 因为咱小心有什么事 这个是天鹰集团 这都我爸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算屁 但是我感觉 没准李家今天就做了什么 你妈咒我 你算什么东西 天鹰集团是你家啊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说让我 我家怎么说啥 谢谢天鹰集团 还真是我大哥的 你妈咒我 这不可能 天鹰集团不是不让人进去吗 这一号天怎么能 婚礼期间那挺突然的 都老你费心了 不辛苦不辛苦 您严重了 我绝对会把婚礼办得脱脱当当的 周总 我太太的大伯 想要拿下跟你们集团的合作 就是说是叫一个李娘的 给他为婚妻拿下的合同 这事你去安排一下 你派人查查 那个洛氏集团还有什么难题 顺道都给办了 老关系 全部以我太太的名 大哥了 那洛家都是一群私利啊 那洛爷们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咱们至于这么帮他吗 反正您跟嫂子也迟早离开这 这不是帮他洛氏 我是在准备一个真面子 而且我能给他没事付费 自然我可以随时拿回来 不是吗 难道帮魏羽的不是一好天 不行 我得搞清楚 魏羽 你叫上一好天 待会咱们吃个饭 那我多远上菜了 以后天到了 爸 他饭过什么东西啊 你很专门懂 我们家可能成人结婚女婿 就算是结婚了 那也是上门女婿 等着你妹妹的样 别胡说 叔叔 婷婷这几天为了拿下天忆集团的项目 白天四处分拨 晚上熬夜加班 多辛苦呀 抱歉路上不车 没有 老天啊 呃 我听说你给你妈送了一辆车 然后又在中书院 给她买个套房子 是吗 什么 他居然给二十买个房 爸 那可是中书院 里面的房子里别墅都贵 什么可能买得起 大波的消息很明通啊 说 你哪来的钱 听说你被操除了 不会就是因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叶浩天我告诉你 这里是江州是有王法的 陆婷你什么意思 你别血口喷人啊 浩天是因为我才 哎 你说的对 我就是去想钱了 你说啥就是啥 你去举报我行了能吵什么 这就出去 叶浩天果然有问题 老天 有个事我一直想不通 魏宇没回来几天 把王坤的欠款要回来了 而且给咱们家又签了几十份合作合同 是不是你在帮他呢 那您觉得是我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问你 魏宇的一些合作商都是主动送上我 太邪门了 叔叔不就是一些小合作商吗 你要想要你要多少我给你 叶浩天 你真以为给家里拉来一些垃圾合作商 你就厉害了 果然垃圾只能跟垃圾合作 叶浩天 现在江州的天鹰集团已经给我们了 你讨论今后 你还怎么这么做 没了合同阿姨 没准天鹰集团想合作人是威宇 人家把你当生威宇了 人家把你当生威宇了 不是骆威宇你是谁 老子要和骆威宇全合 我们都已经约好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报告骆小姐 我说话呀 你到底是谁 骆威宇骆小姐吗 江总 你干嘛非要跟莫威宇签合同啊 我也是骆威宇的人 跟我签了 你也是骆威宇的 你也非合同了你小姐 上去别人 江总 别太过分 你跟骆威宇签合同 你也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差不多就行了 有个面子 你爸都不敢跟我说话 你这小肚子 再教训我 骆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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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骆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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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桃天音集团的副总 就这样给维宇下跪道歉 你不是 来帮签字吧 公司还有很多签诺 我就跟他回去 大伯 你给维宇的要求都已经完成了 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 是是 从今天开始 文语就是我们落实集团的副总 浩天 你是不是认识天音集团的人 你认为呢 大伯一周后 别忘了参加我们的婚礼